现年27岁的韩国女歌手炫亚 与比自己年轻两岁的男友Edawn金晓忠 去年8月高调任爱后 遭当时所属的Cube事务所解约 不过两人并没有荒废事业 又或者互相埋怨 年初一起签约鸟叔开设的P Nation事务所 而且炫亚更慢慢地边从事状态 边跟Edawn秀恩爱 11月5日 炫亚跟Edawn跟在同一块场地举行回归showcase 期间炫亚率先献上新歌Flora Shower的舞台 展现一贯的性感跟魅惑 之后改名叫Dawn的金晓忠 又秀出了新歌Money的首个舞台 两人更应一众媒体要求在台上拍摄亲密合照 炫亚分别单手挽着Dawn 还有用手搭着Dawn的肩膀上 虽然两人平时在网上秀惯了恩爱 不过Dawn在众多媒体面前还是显得有点腼腆 而炫亚就露出调皮的笑容 在群访环节中 炫亚大赞男友在音乐方面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也很令人尊敬 给了自己不少正能量 甚至让自己在台上更有自信的展露笑容 另外为了配合两人的打歌活动 炫亚跟Dawn今日也分别做客几大电视台的多档节目 包括周六晚播出的JTBC综艺节目《认识的哥哥》 而跟Showcase同一天晚上播出的SBS节目《深夜正式演绎》中 炫亚就腼腆的笑说当初是自己主动向男友告白 又坦言不想再欺骗一直爱他的人 所以才选择公开恋情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